我這邊有錄了,不過你那邊還是錄一下好了 喔,好,我有點 那個大家先有看到畫面了齁 有 那個綠綠的框圍不見 OK,好,那就開始囉 好,那我先簡單快速 那這邊是給新手看的 對,就是一個沒有寫過JavaScript的新手這樣 好,然後剛剛斷線的地方開始 剛剛看一下 這邊 好,那大家如果有問題可以隨時問 然後或者是打斷我都沒關係 好,然後剛剛提到說一開始我在學的時候就是 JavaScript就很厲害,就什麼都可以 然後之後呢,過一陣子就發現一件事 好像enq了出了,然後後面兩個沒用過啦 不過好像也蠻夯的,就是amble啊或banbo 然後打包的工具就出了gulp啊,grunt grunt就是野豬那個 然後還有bower跟npm,方便你裝東西 就你不用在你的頁面上掛一堆JS這樣 然後編輯器,因為我最開始是在寫單內 然後後來就改用subline啊或者是atm這種 然後那時候寫了一陣子的angular1 然後後來發現說好像也還好嘛 結果又過一陣子,現在就發現說 angular出2了,然後現在react出現 然後我們現在讀書會有在用 然後有view啊,然後放那個gulp那些進化成webhack 然後編輯器,大家目前推vscode 然後多了estr,type screen等等 我就覺得好像有點恐怖 像電腦每18個月它的晶片效能就會提高一倍 那這跟我們有什麼關係 就是前端每過18個月難度會提高一倍 我就覺得說好像你已經學會了 然後過一陣子沒有新東西出來 然後你又學不完 對 所以前端每年都是在砍掉充電 你就一直學新東西,一直學一直學 然後好像沒多久的時候 然後就又要再碰一個新東西這樣 那所以走在時代前端是很痛的 就常常,因為每個東西其實寫法都是不太一樣 好像有點絕望,那還要走前端嗎 那我們只能假裝自己看不見這件事情 所以剛剛講的都先忘記它好了 然後反正最底層都是javascript 那我們就先來看一下javascript 那這邊有一個參考 大家,因為這很多啦 所以說大家可以自己來看 然後我只會講幾個部分這樣 然後連結到 好,然後 vah 這個就是因為javascript它 是它不需要宣告型態 就像其他語言 你可能要宣告int啊 然後一個list啊 或者是street等等 然後javascript它本身是沒有宣告型態 它的型態是決定在值本身 就是後面這個東西 像說我現在vah一個number的變數 叫做10 那我這邊不需要寫int 因為它如果你要判斷它是什麼 形態的話你就去丟number進去 它就看到10 它就知道它是int 就是數字 然後所以我可以 不管是數字字串 不靈或者是正列 我都是用bar這樣 然後number就是數字的部分 那就像剛剛我們可以vah一個number是100 然後我們前端如果你要把字串轉成 數字的話是用那個parsint 然後前面丟你的你要轉的東西 然後後面就是你的幾進位 像這邊是10進位 然後isNan Nan的意思就是說not a number 就是不是個數字 那所以說e是個數字 所以它會傳false 然後如果是像a它不能轉成數字 所以它就會傳說true 就是它不是個數字 好然後stream的部分 就是你要一個點啊 或者是單引號或雙引號都可以 那我個人是比較喜歡單引號 然後你可以用lens去取得它的數量 然後用repress跟其他語言一樣 你可以去自換掉一些你要換掉的字串 然後to upper cast就是把它轉成大寫 所以很簡單我們都快速代過 然後這邊的true false跟其他有點不太一樣 我們false 除了false跟0以外 還有空的支傳也叫做false 然後剛剛那個not a number也是 true false 然後nur跟nur 那nur看到底牌等一下會解釋 然後除此之外其他東西就是 所以說你在判斷那個if else的時候 要多注意一點字 然後弱形彈 然後弱形彈 那像剛成功講的它不需要宣告你的形彈 那所以說它在必要的時候 它自己會幫你轉型 那我們用自傳加上數字 它會以自傳為主 它就幫你轉成自傳 會變成綠形彈 那這個部分如果你要煮東西的話 要注意一下 因為可能只要數字相加 結果我們出版的 變成綠形彈 那你會不會剛剛62 做一些大與小一 之類的判斷 那就會有事情這樣 POLO大大好像把大家的麥克風打開了 大家看一下這個地方 上電好像跳出去 我現在一個一個關等一下 OKOK 好 大家自發先來關一下 OK好繼續 剛剛提到說這個 如果你沒有注意到你的型態 這樣加起來是62 然後你這樣62再去做其他事情 它可能就真的用62去判斷 而不是8 所以這個部分要多注意 然後對 然後下面加減成熟 它都會自己用對應的 幫你轉成數字這樣 好 然後正列一樣是Val 然後你就直接用那個中括號 然後裡面可以放任 因為我們是弱形態 所以說你裡面可以放任何東西 不用像其他語言說 你也宣告一個是Stream的陣列 那你裡面只能放Stream 那這邊我可以放數字 Stream 然後布林 或者一個object 或者我可以塞一個function這樣 好 然後function有兩種方式 一種就跟其他一樣 就是一個function 然後它的名稱 然後裡面丟參數 然後大括號裡面就是 要做的一些事情 或者是你可以vive變數 然後指定一個匿名函數給它 因為這邊沒有宣告名字 所以它是匿名 然後你一樣可以用print 掛號然後塞一個stream 然後它就會做裡面對應的事情這樣 好 然後這邊是一個object 我們可以用new一個object 然後裡面可以指定它的name 就是指定的參數 或者edge 或者是它的speak 它就會call function 去彈出一個hello的字眼 然後還有一個建構函數 像剛剛一樣 我們可以用一個function 然後叫person 然後我傳name跟edge 然後它的歷史 就是指你的person本身 然後它的name 就會等於傳進來這個 然後edge 就等於傳進來的edge 那所以說我要用的時候 我可以 像我vive一個andy 然後new person 然後把這兩個東西丟進去 然後如果用andy.name 就會取到 傳進去這個andy這樣 好 那 接下來講 剛剛是比較基礎的 然後現在講一些小技巧 就像簡潔的寫法 就像說前面我們 我們再回顧一下 我們object我們是這樣寫一個new一個object 然後用一個這樣子去做 這樣其實不太好看 那我們可以用那個 因為剛剛提到是弱形態 所以我們可以用object的方式 一個person 然後name 就像keyValue這樣 一個name end 然後hs7這樣 好 然後下面 if else這種寫法 就是我們一個 判斷它是不是大人 然後所以 我們如果大於18歲 它才會變true 那不然就是一個false 可是這樣寫其實 不太好看 然後我們就可以用 那個三 應該叫三元 運算式嗎 對就是問號跟冒號這個 然後可以vive adult 然後前面就是它的判斷是h 是不是大於等於18 如果4它就會進冒號這邊 然後否則它就會進 錯錯 跟著 它如果true 它就會進問號後面 然後否則就會進冒號後面這樣 這樣會比較好看 然後還有就是sewnjson 就是object的方式 儲存資料 像例如說 我們一個班級 然後它的name是一年一班 然後它裡面有哪些學生 所以我們就直接用一個正列 然後裡面就是放一個object 那這樣子好處是什麼 就是你 如果你用class.students 去取 用fold圈去跑 然後你裡面是一個object 你可以直接去取得 那個東西點name 或者是點stit number 這樣 這樣會比較好用 好 然後這個是 前後在溝通的時候 還蠻常用到的 就是json的 那個 加密跟解密 然後因為 後端給你的時候一定是自傳 那可是你要用的時候 你用自傳根本就無法用 所以就必須 下面這邊 你就必須用json.parse 然後後面丟你的那個 json的stream json的自傳 然後它就會幫你轉成下面這樣的 格式 所以你就下面這個 你就可以直接用了 就可以直接什麼點name 就會去到這個 然後點edge 然後一樣的 我們把object丟進去的話 它就會幫你轉成 對應的stit 那你就可以丟到 丟給後段去做處理這樣 好 enderender 那它這邊有 比較特別的用法就是 假設我們要 if一個connected 如果它是true的話 那我們才要去做logging 那這邊我們可以把connected 放在end的左邊 然後logging放在右邊 那這邊意思就是說 當我左邊這邊true的時候 它才會去執行右邊 否則它右邊就不會執行 假設connects false 那這邊就不會 logging就不會進去 這樣可以比較簡略的寫法 好 然後這個是or 那or我們這邊比較常用到的就是 設定它的預設值 像我們前面有一個functionperson 然後name跟edge 可是我們不一定會傳啊 那如果我們不會傳的話 我們就可以看到這邊name 然後or 然後這個是後面person 就是我的預設值 就是說像剛剛那個end 是兩個左邊進了 右邊才會進 那這個or是說 它左邊會先判斷 那如果有的話它就往下 它右邊就不會進 然後或者是如果左邊 我這邊沒有傳name 它是一個undefine 它就會進右邊 就一個person 所以當我name跟edge都沒有傳 我就是new一個person的時候 它的名字就是叫person 然後h就是spot 然後repress 那這邊repress跟其他語言不太一樣 就是當你如果只是用一個repress 它其實只會執行一次 就是遇到第一個做完它就沒了 假設我是直接用repress 然後我沒有那個正規表示式的話 那它就只會把a跟b中間這個點 換成underline 然後後面這個就不會換 那repress all的話 我們就必須用到正規表示式 就是像這樣就是中間這個點 就是你要換的東西 然後後面這邊底線就是你要替換掉了 所以我們這樣替換掉之後 就會變成abc中間的點都會變成underline 好然後這個也真的蠻重要的 三個等於跟兩個等於 它那個javascript 因為我們前面像我們講的true false 還蠻多可能你會踩雷的地方 那所以說像我們這個 10等於等於 然後數字等於等於一個陣列 那個字串的10 它是true 因為它自己會幫你轉 那可是如果你用三個等於的話 它會連形態一起判斷 雖然10跟10一樣 但是它的形態是numbered 它是strue 它就會變成false 所以如果你要用if else的話 盡量還是用三個等於 這樣才能確保你後面 不會有神秘的bug進去 因為像我們剛剛前面那個 字串跟數字 它自己會幫你轉 類似這種 要兩個形態一樣才能用等於等於等於是嗎 就是形態跟值都要一樣才可以 像剛剛如果 下面這個好了 如果 10等於等於10的話 絕殼又長兩個 好我們先繼續往下 然後 判斷屬性 判斷屬性是否存在 因為如果你 像這個我們用ffo 如果它不存在你去用的話 可能 你就會 你用develop tool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說 the JavaScript 死掉 因為它會說它 undefined 然後你就去用它 所以用之前 可以用typeof 然後去判斷說 它是不是undefined 好 然後這裡 給函數傳遞參數 因為像其他 其他語言的話 可能你 function後面的參數 你會根據你的 function的成長 或專案的成長 會越傳一多 可能一開始傳五個 然後後來傳十個 然後你只要用的時候 就會覺得很麻煩 其實你可以把它用成一個 object 然後裡面可以無限擴張 反正我這邊就是去接object 然後可以直接用object.name object.edge 去做你要做的事情 那頂多是你再判斷說 它這個name存不存在這樣 所以這樣會比較簡 簡短 比較好看 好 然後再來 我這邊要講的是 就是跟陣列相關的 像join 我們上面有一個array 有五個人名這樣 那我們必須 我們想要的 輸出一個字串 是用那個分號 把它串起來 那其實你不用用for回圈 你可以用那個array 然後點join 然後這邊就是 每個 物件 陣列每個物件中間 你要用什麼東西 去把它串起來 對 你這樣輸出它 就會用分號把它串起來 然後concat 就是你可以把兩個陣列合起來 就像說我上面一個alpha 然後下面一個numbered 我可以用alpha點concat 這個然後就可以輸出一個 它們兩個合起來的 支傳這樣 陣列 對可以輸出一個 兩個合起來的陣列 然後filter 記得好像是要比較新的瀏覽器吧 如果i8 那種旧的 記得是不行 對 然後它filter的好處就是 你用filter 然後裡面function 它這個number就是 你每一個 就像for回圈一樣 你每一個 一二三十五六七八九十 它會進十次 然後它會return說你 return true的話 才會出現在你 之後輸出的陣列裡面 那所以說我這邊是要塞出偶數的 所以說number%2等於等於0 就是它如果除2是 余數是0 就是偶數的話 它才會出現 所以這樣做的話就變二十六八十 好 那我的五感超好用 對 好 自動轉型別是指人 自傳1 類似這樣 自動轉型別的意思是說 我看一下喔 剛剛才選一個吧 這個 Amy這邊 看一下喔 就是我的自動轉的意思就是說 像這邊是6的自傳24數字 可是你這樣加它會變成自傳 因為它會把數字 後面的number自動轉成數字 可是你看下面這個減的話 我兩個都是自傳 或者是一個自傳一個數字 它又會變成數字 對 這樣你的判斷 如果你有些if else等等的判斷 你可能會有問題 可能會有bug 就從這邊來的這樣 好 看一下 剛剛到filter 它會以什麼為優先自動轉型別 通常會轉的應該都是自傳那些吧 可以查一下那個JavaScript然後弱形態 上有一篇 蠻詳細的 好 然後 map的部分 這個比較常用 因為我用過map我就懶得才用for圍圈 然後他map一樣可以一個一個跑 然後element就是例如說 就是這邊可以1 2 3 4 5 6 7 8 9 10這樣 然後index就是它的0到9 就是那個for圈那個 如果你用i的話 就是對 就是那個i等於0那個東西 然後它會回傳 像我這邊做的是 我把每個elemen都乘以2 然後輸出一個 正列就會變成這樣子 那所以說剛剛這幾個方便就是說 你不用就是你在那邊寫for圍圈啊 然後變成成程式碼很肥 然後很難看這樣 你這樣可以比較簡潔的去做處理 如果我只有要處理用for圍圈就好對吧 其實我沒用過for圍圈 我不要喜歡用map rolldash也是map 那個我真的也比較少用 可是那我還蠻常看到 我幾乎都是用map 好 然後我們現在講 它的比較特別的地方 它的nure 就是你宣告 然後你要給它叫做nure 它才會成nure 那它的javascriptnure比較特別 它的type是object 這個比較特別一點 然後undefined就是 map會遍力加回傳 4h會遍力 然後就是沒有回傳就對了 ok 好 然後undefined就是你宣告 然後你沒有去給它任何的值 它就變成undefined 因為我們剛剛提到 它的所有形態就是它的值給的 所以如果你沒有給它就不知道它是sailstream啊 或者是integer 那所以說如果你這樣子 然後就變成type是undefined 那如果你直接去使用它 那你的javascript就會死在那個地方 對 然後prototype 那像我們一開始有講那個建構 就像我們一個person 然後我們宣告兩個屬性 一個name一個edge 然後這時候再多給它一個function 然後裡面就是輸出你的名字跟edge 那這樣有什麼問題 就是當你每次 當你每次new的時候 然後它這個裡面這個function 它都會去new一次 那其實這樣效能比較差 有沒有比較好的做法 就是 就是你在 這裡 這個person就是你的建構式的名字 然後它的prototype 你把它拉出來 用這樣點toStream 然後一個function把它綁起來 你這邊歷史還是會等於你 這個name 就是這個present present 所以你還是可以取到你的name跟edge 那這樣做會比較好 它就只會 它這邊只會產生一次 然後scope就是它的作用域 那這個其實也是蠻重要 就是你很多時候會找不到你的bug 為什麼你的紙被變 為什麼你用不到這個盤數 然後明明就有宣告它 或者是明明就有對它做一些事情 為什麼 它就是掛掉了這樣 那所以我們在 用bug宣告的變數 它的範圍就是在當時所在的環境 然後它會選擇它的scope chain 它會一層一層往外找 如果它找不到就開始往上找這樣 然後這邊有提到一個痊癒的物件 就是當你JavaScreen網頁裡面 你宣告在最外面宣告一個var的話 它其實是掛在window底下 好 然後我們用一個範例 就是像我這邊把一個x等於10 然後我這邊宣告一個function 然後它這邊其實會印出10 因為它裡面找不到 找不到x 它就會往上找 然後在網上第一個遇到就是這個 x等於10這樣子 然後第二個範例 我在外面宣告一個10 然後一個function 然後我先印一個x 然後我再宣告一個x等於20 然後我再印說x 那它出來會變成說undefined跟20 為什麼 它這個function 這個scope裡面 外面這邊是10 沒錯 所以可能你會以為這邊是要10 可是它其實 你雖然宣告在下面 可是它其實 它會先幫它宣告好了 所以在這個裡面x 在跑console.log之前 其實你的varx已經宣告了 對 可是它沒有給它值 那所以說你這邊會變成undefined 然後這邊經過第二行 然後就變成說我給它20 它就知道這邊 第三個這個 跟著第二個console.log 它就會知道它是20這樣 所以說 假設你在前面用x去判斷一些事情 你就會 你的bug就出現了 所以這邊要多注意一點 好 然後這是壁包 好像講Java Square一定要講到壁包 它是一個很特殊的東西 它包含了一個函式跟 它被建立時所在的環境 然後環境的意思就是說 它任意的一個變數組成 然後跟壁包建立的時間點上 存在於作用壁的所有變數 蠻饒舌的 那我們直接來看著下面 我這邊有一個function 叫做sum 然後我裡面宣告一個varx等於10 然後retain一個function 然後我可以傳入一個y 然後它會把x跟y加起來這樣 然後所以說我下面這邊 我的function 我先new這個func 我先宣告一個func 然後等於這個sum的function 然後我下面再傳入200 所以說我這個y就是200 然後進來的時候 因為你這邊建立的時候已經壁包 所以你的10 它會知道說這個x就是10 所以變成10加200 就會變211這樣子 好 那我們先看一下這有什麼fun 它有什麼用 重整一下 好 那我這邊要做的事情其實很簡單 我這邊就是我先有5顆按鈕 那我希望我在按它的時候 我會去像我們看右邊好了 我們這邊就是這個就是jq 然後就直接找所有的button 然後我這邊就個別給它一個 就是我第幾個button這樣 然後我顆粒開始給它一個function 我希望它可以彈說 像第一個我就彈1 然後第二個就彈2這樣子 然後你就會發現說 誒 有彈嗎 等一下喔 好 這裡 好 就發現說我彈 不管點哪個我就是彈6 為什麼 這還蠻常遇到的問題就是 你雖然都是傳i沒錯啦 就是下面這裡 你都是把i傳進去這個function 可是你用var的話它的 傳進去其實是同一個i 那就變成說其實你在click的時候 這個i已經變成 像我們這邊是5嘛 它就其實已經變成5了 所以你怎麼彈就是5加1 就變成6 那這個問題該怎麼解決 就是我們現在必報 剛剛我們提到說 就是韓式當建立的時候的環境 那所以說我們跟剛剛那個差別就是 我們在click的時候我們先用一個 先宣告一個function 然後把我們的i傳進來 然後再去 就是這邊動作都一樣 就是彈一個 BTN然後i加1的這樣子 然後所以我們這邊 它傳進來的時候它被建立 它這邊的i就會自己把它包起來了 對 然後所以說我們現在點 就會正常的4就是4 然後2就是2這樣 對 所以 這邊 新手比較容易踩累 要多注意一下 必報可以多看詳細一點 好 然後callback 這個 就是說 把一個function當作另一個參數來用 對 那就是說例如說我們一個接電話 然後你可以顯示你的名字啊 是誰打來 然後電話是什麼 然後你要做什麼事情 然後另一個就是一個function 這個打招呼 然後就是一個 和了一個hello 然後我們 當我們接電話的時候 我們就把這個hello傳進去 好就像下面這邊 接電話 是Andy打來的 然後電話是0987654321 然後我傳一個把打招呼打進去 那這樣用處就是說 當我這個接電話在跑的時候 我可以先印出來我要的訊息 然後這個do something 就是打招呼 所以說我印完之後就會 可以彈一個hello 那所以說你 程式在用的時候 你就可以前面先預處理完一些事情 然後 你再把這個 例如你處理完的一些變數啊 然後塞進去你第二個方向去做 這樣看起來可是很方便啊 可是 如果你沒用 這比較常用的就是 用JQ你去call API 可能你要先call第一支 然後取得 或修改一些值 然後你才能去call第二支這樣 那用久了其實就會變成call back hell 就變成你就是一層一層下去包洋蔥 然後你就會發現你越來越難debug 你程式馬一多 你下面看到就是一個大括號跟小括號這樣 好 那 太好了 講到這裡我們終於學會JavaScript了 可是以上都是舊的寫法 所以 好 所以我們現在來看新的吧 對 已經看 對 然後這邊是ES6嘛 然後所以還有ES7 好 那我們先這邊有個網址 你 點字來 好 好 這邊 有很多 因為很多所以 自己看 我只講幾個比較簡單 已經有人覺得痛了喔 好 好 那我們先剪一下什麼叫做EMAScript 那大家比較常看到就是EMAScript 看一下EMAScript2015 或ES6 你有沒有看到這兩種形式 然後ES是縮寫就是EMAScript的ES 好 好 那 因為JavaScript它本身是沒有一個標準 那所以說1996年它的Nescap 它就把JavaScript交給國際化組織 然後最終決定是每年的6月 那大家比較常聽到就是ES6、ES7 那ES5就是 像前面講的就是那些 就是算是ES5啦 第五版這樣 然後ES6跟ES7 ES7 多了async await 對 然後應該沒意外ES8快出來吧 好 然後 你要使用 因為現在主流瀏覽器上 Chrome它要支援ES6 就你不用再轉 可是IE不吃 然後就變成說 你就必須用一個babel去 把它轉成ES5 所以你coding是ES5 我以內 我就不講 好 然後像 它其實就是 提供一些 你比較方便的 去做一些事情 像剛剛我們defaultValue 我們是用or這樣 那它有提供一個end的方式 就是你的參數 name等於什麼東西 edge等於18這樣 那就是說 如果你不傳的話 它就用這個預設值 所以你下面就會比較乾淨這樣 好 然後 let跟const 他就是要來取代var 對 所以 學完這兩個 你應該程式不會再出現var 這個東西 它是一個更完美的var 它宣告變數有區塊作用 就是它自己幫你避包了 然後 它禁止宣告相同名稱 然後 就像剛剛 我們前面有講 我們一個console.log 一個x 然後第二行才去宣告var 一個x等於20 那樣不會死 可是 如果你用let或const 的話 你就會 噴錯 你一定要宣告完再去用它 然後const 就是你宣告完就不能再定義 就是通常 就是你一些 系統參數什麼 就是不會動 像例如說你的po 這種 好 那它有什麼好處 我們直接看 剛剛那個範例 就是剛剛那個怎麼點 就是btn6 我們剛剛是用必報的方式 可是這邊其實你把它改成let 就這樣 它正確了 所以 你的程式應該不會再出現罷了 對 就是這樣 你也不用 它直接幫你包起來了 離開 好 然後這個stream template 我個人是比較 還蠻喜歡用的 上面這個東西 前面不管 我們就是例如說 你常常會串字串 然後就是說 你有firstname 然後它是變數 然後 兩個變數中間你就要加 然後只要用一些字串 這兩個是還好啦 如果你串10個怎麼辦 它就變成說很髒 必有時候我到底剛剛經歷了什麼 就是一個tone 然後下面那個stream template的寫法 就是你用那個波浪鍵那個 那是什麼就是 就波浪鍵下面那個 這我也不知道該怎麼唸 對就是這個東西 然後你就是串起來 然後你任何變數的東西 你就是一個dollar sign 然後打括號把它包起來 裡面就是你的變數 所以你傳四個其實 你還是在同一個字串裡 而且它很厲害的是當 當你這個東西 你要enter你要換行 其實你還是用夾去串 可是這邊你用enter 你可以自己可以直接用 例如說 開著call pen這樣比較好用 就像例如說 先把它拉高 就像例如說 可能我用 我有一個AA 然後我就這樣一直串 那可是有時候你為了美觀 你是必須要換行 你換行 可是你後面 你這邊還是會一個夾 對 那可是你用 你用那個template的話 你就可以接 AA 所以 你換好它也不會死 對 所以 這個 我會用是 比較常用像之前 我覺得 像那個用node 然後 必須去 買sqlout資料 然後串select framework 其實用這樣會比較好 你就不用這邊 加串一堆 然後你要複製過去 測試的時候 你就直接 就直接把裡面這樣複製就好 OK 離開 反應 反應 好 那個字很難念 好 然後看一下 有人提到template好用 沒錯 好 這個template我們講完 然後這個error function 上面這個東西 就是function person 然後就是 平常這樣宣告 那 它多了error function 就是看下面 我們一樣 前面宣告一個變數 然後一個person 然後一樣 等於 然後就是你要傳的參數 然後用一個 等於一個大於 一個箭頭 這樣子就會取代這個function 所以以後你的程式碼 也沒有function 對 好 所以我們剛剛沒有var 沒有function 好 好 然後classes 它是用來取代前面的建構式比較好用 那像你寫react的話 你就會class然後你的 你的 component的名稱 然後extend 那個react的component這樣 那所以說這個用處就是說 用來取代前面那個function啊 然後list name等於這種東西 好 那我們要用就是一個class 然後你的constructor的名稱 然後裡面就是一個自固定的 就是constructor 然後就是你要傳的參數 然後這邊list呢 就會等於你的person本身 然後你要用的 例如說你要多很多function 那就直接寫 中間不用逗點齁 就直接 像例如說一個say 然後一個括號 然後就直接用了 你也不用打方選這樣 然後就可以error一個 這邊是stream template 應該直接傳就很方便 那所以我們用 在用的時候是一樣 只是寫的時候不一樣 那用的一樣是let一個p 然後new一個person 然後傳它的name跟edge 然後我就可以只用p.s 然後它就會 這個error就會彈出來 對 好太好了 1.16我們只講一點點 剩下的自己看 好 然後現在我們來講 然後framework跟javascript相關的有哪些 好 前端 反正jq 都要碰啦 因為比較多舊裝 而且 比較好上手 然後還有angular react vue 然後後端相關就是node.js 然後app有ionic 跟react.native 然後桌面應用程式就是electron 那是node寫的 那我們一個個來看 像electron nw.js nw.js 那是什麼 好 errorror就是node的桌面應用程式 它可以跨平台 這邊有寫 跨平台的桌面應用程式 那我們直接看 有誰在用atm select 然後vscore 等等 這些 好 大家知道就好 好 好 然後react.native 這個那個我們線上react的讀書會 之前我們用這個攻略 目前好像只有攻略一天 它就是用react.js 然後你可以做成 它會幫你轉成原生的app 就會有android或iOS這樣 那就是說你點 這個是裡面就是用react 就是javascript寫的 然後 它的效果其實跟原生長得還蠻像的 然後這邊我有做四個小範例 我們先看jq 那我這四個範例做的事情都一樣 就是我input的輸入什麼 然後我後面那個span就會出現什麼 那我們就先來看一下jq 我這邊很簡單就是input跟span 大家都一樣就不講 然後這邊就是在我的input的榜 那個試驗是keyup跟bler 就是消失去焦點的時候 它就會去抓到 這個list.fail就是你的input的值 它就會抓到然後塞給你這個span 嘿 那 那對我來說就是我覺得 好 就是jq jquery跟其他這三個比較不一樣 因為我一開始最初學的就是jq 那就它其實都是以dom為主 就是你要取任何的東西 你要取值啊或什麼 你都是用去那個dom 那個diff啊 它的value或什麼這種去取 可是 當你轉到這三個就發現好像不一樣 因為像當初我jq寫很久 然後寫angular 我們先開到angular 我是ng1 因為我完美看 然後就覺得說 我要取個值 我好像不知道該怎麼去取那個input的值 對 因為他們那三個我覺得都是以資料為 資料為主 而不是以dom為主 重選一下喔 ok 好 因為像 它這邊其實就是這ng1 所以大家 稍微看一看就好 因為現在出到2了 其實反而不一樣 這邊一個ngapp 然後就是你的 作用的範圍 然後就是controller 就是做什麼事情 然後 我用model綁了一個 叫做text的變數 然後這邊就是text 就是它會把值塞進去 那所以說 例如說我這邊 預設值啊 我可以給它這樣 然後它自己就會綁定 然後我只要任何變動它自己就會變 對 那時候我就覺得說 我要去取值啊 我又沒ID 我沒什麼我要去怎麼找 其實不一樣 就是用 變數 變數資料為主 所以說 你這個 這邊scope.test 就直接 像目前為止就是下面這一大串東西 如果你要用的話 嘿 所以這比較不一樣 然後我們再來看view 然後 然後這個view 其實做的事情是一樣的 那它我覺得跟ng1 比較像就是我們就是一個app的diff 然後它就知道vmodel 然後ng1 然後我一樣是綁一個text的值 然後我就把這個綁給它 對 然後開下右邊 我們就new一個view 然後這個element就是我們 在哪個作用域的範圍內就是 這個diff裡面都是我控制的範圍 對 然後data是那就預設 就是我們先搞一些變數 然後那個text 那我們一樣的 假設我們這邊初始值又給它 它下面也會有變化這樣 對 那我們這邊隨時改的時候 這個text你去取的時候就會是你下面的東西這樣 所以我覺得這兩個會比較好上手一點 對 離開 好 然後 對 不是用那個 因為那個什麼 用data sign 然後去用select去抓value 是那個 就是動模操作嘛 對 比較不一樣 所以如果跳過來 就做幾個其實就知道 概念不太一樣 好 我們就來看一下我們的react.js 然後 就知道很一樣的事情 然後就發現call好像不太一樣 看一下 封閉一下 好 這邊做一樣的事情 好 我們一樣就剩下一個app 然後就像剛剛提到我們一個class 然後app是component名稱 然後extend一個react的component 然後一樣我們剛剛有講 class一定有一個constructor 那我們這邊 先看這個react有一個叫state 它的狀態 那我們初始值就是text 然後這邊幫它綁定一個 這個input的change的時候做的事情 把它function綁起來 好像越來越複雜 對沒錯 好 那這個我們先不管 好 它的render就是 你要出現在畫面上的東西 就像剛剛我們是一個div 它外面一定要 最外面它只能一定要一層根目錄 它不能傳多個 然後裡面一樣 就是一個input跟一個span 然後這個span的值就是你的state的text 大家聽聽就好了 那個油耀學我們有讀書會 好 然後這邊一個reference 到時候你要取值用的 然後幫它綁一個change的事件 所以說我們每次這邊按的時候 它就會進這邊 然後去幫它改它的狀態 那這個狀態改 這邊就會跟著變 就是右邊這塊 那所以說 Angular跟view 它叫做2-waybinding 2-waybinding意思就是說 當你的畫面改的時候 我們分view跟model 就是你當你的html裡面東西改的時候 你的js裡面的變數就跟著改 是2-way的 就是哪邊改另外一邊都會改 那reactor的話變成單一 就是你要改什麼 你就必須去call它去轉換這樣 有好有壞了沒有那個比較好 所以大家看你喜歡哪個囉 JSX的寫法嗎 JSX是什麼 JSX是什麼 那個2016學 那段有跟那篇看一下還蠻好笑的 看完還蠻痛的 好 然後我們就來 2016年底 我們來比較一下2016的前端框架大調查 那這張圖是使用滿意度 那深粉紅色的部分就是說 你用過然後你會繼續用 然後前粉紅色就是 你用過但是絕對不會再用 我們先看一下很厲害的reactor 用過絕對會再用 有92% 然後 以%數來看的話 view也是89%這樣 然後NG圖 好 是前三名嗎 然後這個總長到這為止就是你總共用過的 所以目前有用的人最多當然還是angular 然後第二名是reactor 然後view比較少因為它 比較新啦 對 它不是比較爛但是它比較新 好 然後感興趣 我們先看這個深的藍綠色 對 就是你聽過然後你想要去學學看 然後這個淡的就是你聽過但是沒有興趣 那我們先看一下reactor 聽過你有興趣有74% 然後第二名view49% 然後NG245% 所以好像都是這三個啦 第一名大概就是reactor 以%數來看不要看總數 然後再來是 然後聽過但是絕對不會去用 第一名的就是這比較久的embre backbone這些 然後NG1已經被NG2幹掉了這樣 OK 所以結論就是學reactor吧 然後再看一下上面這個問號 好 然後推薦學習新手學習的網站 然後 這邊兩個 第一個是 它是玩遊戲的 就大家都從遊戲中學習 像海門大大剛剛有一個css diner 趁它loading我們先點第二個 看一下 這邊可以進來然後 你可以選馬上遊玩 然後可以選進入戰役 然後可以選進入戰役 聲音關掉先 然後 好 然後你就進來 用jq開發 覺得 接我專案會死 然後剛剛有那個土砲啊 可以看一下 嘿 然後 這邊點之前你就會發現說 你右邊 左邊這個小人 你的目標就是要吃完這幾個鑽石 然後你就看到這邊有那個javascript的code 然後這邊就是你可以用的功能這樣 然後所以說我們現在只有往右嘛 那我們必須往下 就可以點 hero點 move down 然後按運行 它就往右然後再往下走 對 所以你已經會用javascript的code 太好了 好 這遊戲就是這樣 然後這個是 codecademy 然後其實裡面很豐富啦 像這邊有那個 學html css javascript sas 就是css 然後做一個網站 然後 deploy一個網站 還有HTML css 等等 然後這邊也有jq 跟reactorjs 這樣 對 所以有興趣的可以來這邊做 就不用錢 嘿 還蠻有趣的 然後做完你會獎盃 講張 好 以上 報告完畢 好 QA時間 大家有問題了嗎 10點半了 10點半了 你想問一下react 怎麼了 react 看一下 react的話我們先上讀書回 然後 這邊 有 過往影片區 那這邊有很多 像這邊是主線攻略 都有影片 你可以 看一下 對 這邊蠻多影片 然後昨天有講 GRAVE QL 跟Relay 剛剛講了一下 請問有講Promise 沒有我覺得 篇幅有點多 我本來講個thinkerweight 然後發現會不會太多 所以我就那邊先拿掉 然後如果要學reactor 這邊可以看 就是加線上讀書會 然後上面就有連結這樣 很多大家都會有講 我覺得Promise 好像一篇有Promise 跟async await 還有generator的比較 對 call back head 你可以挑yes去用那個async await 記得有一個think 這個吧 至少有一篇 對 好像還有另外一篇比較多的 OK 還有其他問題嗎 請問怎麼針對js code去找buck 在Node或browser Node的話上是那個莫斯 大家有講 記得 他有講 怎麼在vs code 對Node做debug 看一下 記得是 開發環境 這個吧 這兩篇其中一篇 對 你有興趣可以 丟個 連結 大家 點進來看一下莫斯大大 他要講 那如果你在 browser 當然就是開起來 然後 然後直接去找 他抽到他會噴馬再進去看這樣 然後 然後 Administrator JQuery看起來最簡單清楚 我想請問用reator 或其他好處是什麼 因為他沒有那個 JQuery沒有那個template的概念 就是那個模板 然後或者是一些單項資料流等等 所以說當你鑽在你大的時候 其實你會很難去維護他 就變成說你的call 你很好寫 可是 你要改的什麼東西 就變得比較麻煩 你可以所有的 我覺得 每個FriendWorker都可以玩玩看 你不用玩很深 你就 就是官網一些什麼簡單的 就是每個都做一個to-do list 然後你就知道說 每個的概念 就像說 一開始我寫 學angular 然後就變成說我的概念是用資料為主 所以之後我寫 JQuery 上面宣告一個痊癒變數 然後去塞東西 然後再根據他去產生那些動物件 就是你學到一個你就會覺得有種不同的 新的思維吧 對 reletter都要透過list.set 那個set是篩值 然後是list.state 沒有set 就會取到值 然後如果你用那個 他可以搭配flux或redux 那剛剛那邊都有 你可以加入進來研究還有問題可以問 他不像view那種可以直接從data 一樣就是其實 view那種的data跟 或者是NG的scope就是你reletter的state 好 了解 還有其他問題嗎